斗罗大陆5 重生唐三 作者 唐家三少 第41章 融合性的烙印 这无疑是最坏的状态,可唐三也没有别的办法 因为在刚刚来到这个世界的那段时间,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了解这个世界的体系 锋刃和暴闪为他打开了这个世界的大门,让他渐渐有了现在的这些理解 所以,唐三已经做好准备,如果自己的技能被限制在一定数量范围内 他便只能容忍锋刃和暴闪的存在了 然后想办法将它们开发的更强大一些,更适合自己应用 而此时此刻,在新的三种血脉烙印到来之际,不知道为什么,原本已经在他血脉之中烙印的十分深刻的两种技能突然就变得不稳定了 似乎随时准备脱离自己的血脉似的 这一发现让唐三有一种欣喜的感觉 这意味着,他的玄天宫在和这个世界的各种技能结合的情况下,还可以有更多的变化 这些变化是什么他虽然不清楚,但无疑有更多的可能 唐三没有急于引动这五个烙印,而是默默地感受着它们之间的不同以及它们与自己身体的关系 在这五个烙印之中,毫无疑问,锋刃和暴闪要大一些,也更加明亮 暴闪完成了升级之后,虽然还是不能和锋刃相比,但也明显提升了一成 而其他三种技能,其实都没有达到四阶的程度 在那种处于战斗的情况下,唐三来不及吸收更多 也不能吸收对方更多的血脉之力,否则他这吞噬能力就要露线了 所以,他吸收的犀牛腰的虫甲术,白头损腰的鹰眼以及灵溪入腰的灵溪心眼,全都在三阶左右 五种烙印,其中两种四阶烙印因为本身已经与唐三的血脉融合 所以看上去更加鲜明,而其他三种烙印明显是脱离体系之外 处于玄天宫的牵引之下 默默地观察了一会儿,唐三能感受到这五种烙印现在还算稳定 哪怕是那三种没有容忍自己血脉之中的烙印,也被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 并不会脱离自己的身体,也没有要消散的迹象 这倒是有些奇特了 唐三运转玄天宫,将丹田之中的功力化为漩涡 两种烙印在他体内的技能随着漩涡的旋转而转动 仿佛就是这里的一部分 而三种新来的血脉烙印则悬浮在漩涡上方 受到漩涡的牵引,却没有融入其中 不是他们不想融入,而是唐三没有控制玄天宫去牵引他们融入 观察没有白费,唐三渐渐感觉到了一些奇妙的地方 这三种新来的血脉烙印虽然没有融入自己体内 但他们的存在是受到玄天宫滋养的 也就是说,即使他们悬浮在自己的玄天宫漩涡之外 他们也能默默地吸收一些能量来维持自身 意念一动,唐三控制着自己的精神力切断了和犀牛腰血脉烙印之间的联系 顿时,犀牛腰血脉烙印轻轻地移震 然后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变淡 唐三立刻控制着玄天宫能量注入烙印中 顿时,那烙印又重新变得清晰了 他心中立刻有了判断,这犀牛腰血脉的血脉烙印带给自己的是技能 他的存在需要自己玄天宫功力的滋养 在使用他的时候,其实也是对玄天宫的一种转换 如果自己切断了那三种血脉烙印和玄天宫之间的联系 那么,他们就会消失 只要一直维持着玄天宫对他们的滋养 他们就会一直存在 如果是这样的话 自己是不是可以随时切换已经融合的技能和没有融合的技能呢? 想到这里,唐三立刻开始尝试 他用精神力去引导闪暴的血脉烙印 尝试着让他从自己的血脉之中脱离出来 一动烙印 唐三立刻感觉到 自己的玄天宫躁动起来 原本稳定旋转的漩涡开始有些激荡 好在他的精神力相当稳定 也不急于一下拉出闪暴的血脉烙印 而是循序渐进 一边小心翼翼地牵引 一边观察着其中的变化 很快 唐三就发现了一些端倪 在闪暴血脉烙印被点一点牵引出来的过程中 闪暴血脉烙印的光芒逐渐减弱 刚刚有所提升的力量似乎在下降 唐三没有停止 对他来说 将玄天宫与这些血脉烙印之间的关系了解清楚 远比一个暴闪技能重要 暴闪没了他还可以重新吞噬 但如果弄不清他们与自己玄天宫结合的状况 未来他就没法进步提升自我 终于暴闪在唐三持续而稳定的牵引下 缓缓地从玄天宫之中分离出来 当他彻底离开的那一瞬 他的气息顿时从四阶调到了三阶 并且和其他三个新来的烙印一起悬浮在玄天宫漩涡上方 默默地旋转着 果然可以 与自己血脉融合的烙印是能够分离的 也能更换其他技能 唐三心中大喜 这就意味着 他不会因为错误融合了某种技能而影响自己的成长 但同时 他之前想要随时切换技能的想法也化为了泡影 如果每次分离都会导致技能等级下跌的话 这样的操作肯定还是要非常谨慎的 现在才三四阶的烙印自然无所谓 等到了高阶的时候 想要提升阶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提升之后又因为分离而降阶 可就心疼了 锋刃肯定是不能轻易分离的 这关系到他在风狼族的附庸的身份 所以之前试验的对象才是暴闪 看着玄浮在自己玄天宫表面的四个烙印 唐三继续试验 他开始将这四个烙印融入自己体内 首先是暴闪血脉烙印的回归 或许是因为原本就融合过 所以暴闪血脉烙印重新回归 玄天宫怀抱的过程非常顺利 几乎是虚余之间就已经回到了 玄天宫漩涡之中 但是暴闪血脉烙印回归后依旧只是三阶 先前掉的层级并没有恢复 然后是中甲树血脉烙印 相比闪暴血脉烙印 中甲树血脉烙印融入的速度 就变得缓慢了一些 唐三发现当他融入犀牛腰血脉烙印的时候 自己的血脉似乎受到了一些影响 血脉之力变得更加浑厚了 身体力量也在随之增强 唐三忍不住想 难道这些烙印带来的不只是技能 还有原本所属血脉的一些特性 之前融合蜂狼血脉烙印 闪暴血脉烙印的时候 他都没有明显的感觉 或许是因为 这犀牛腰的血脉层次更高 接下来是白头笋腰的血脉烙印 白头笋腰的血脉烙印融入 唐三明显感到自己的双眸传来阵阵清凉 就和犀牛腰的血脉烙印融入时一样 也对他自身有好处 如果是这样的话 是不是就意味着自己融合的烙印 原本所属的血脉越强大 融合之后对自己的帮助也就越大 这可是好事啊